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是照十年前的你不是这样 不是十年前 我这椅子下面会自己开的 下面有鲨鱼 我会按一个扭 啪啪我就要下去 好 各位听众朋友我们今天是很愉快的一天 虽然来白合不合我们不知道 实在是 因为我们有三个人来说相声 谁呢 就是我们的小伟翁全伟 翁全伟是台湾国立艺术大学毕业 这不管 反正就是在这个 我们跟小伟认识呢 是在宝岛一村里面 然后呢 还有朱德纲 大家好 我是朱德纲 朱德纲我们认识也几十年了 差不多是光绪年间到现在 所以今天说也都是蒋相声 你还在义工队的时候 我们在全民大蒙锅 一直工作总队在蒙锅 那时候还没搬到花莲去 还没人的时候没有 我认识小伟的时候小短还不是团长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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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一点虚设议习了 带麦克风 好 今天呢 因为呢 小伟做团长了 是 这个有个团长叫做喜剧团的团长 诶 小伟 这个我认小伟是小伟是胖 是瘦啊 现在变得那么胖 你是为什么 是因为这个喜剧压力很大 安逸啊 把死的恨啊 哈哈哈哈 小伟这个现在有孩子了 老婆了 然后呢 人家也胖了 做喜剧团团长了 哦 喜剧 敢说我是喜剧团团长 没几个 对啊 我就是这么不要脸 哈哈哈 讲真的 你也会演戏 包吾春演的也很好 是是是 哎 关你妈事 哈哈哈 关你什么事 那那你打我干嘛 那不关我事 打我干嘛 打你 我我没 谁没打过 对不对 好 今天还这个 他又回来说相声 嗯 这个 萧伟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您看这转折多好 哈哈哈哈 做喜剧团团长 是 压力大不大 非常大 这次为什么要把这个 可能为什么要开始做相声团呢 呃 其实我的用意 其实想让年轻人更年轻一辈 大概现在大概十几岁二十几岁 甚至三十几岁的年轻人 就是重新认识相声 我怕他们就是这一辈子他们这这一两辈子对相声都有一些误解 我自己认为了 你还有使命感呢 我是有抱着使命感来做这件事 你这个团是成立在桃园吗 成立在桃园 那要帮桃园的乡亲去争这个争荣誉吗 呃 也不是 因为桃园大部分都是都对对都都挂了 哈哈哈哈 说眷村的这一些 眷村老一代的听 相声不能光给眷村人听了 对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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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相声还是要给大家人听 没有错 有趣嘛 对不对 所以你要成立这个剧团 嗯 这是第二次的戏 对 这个戏叫做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 没错 这绕口令了这什么事呢 对 今夜说相声是你这个是赖声川的戏 对 你说今夜无法说相声是因为压压你你这个你太太在她团里面做事情 所以你大胆敢用这个名字今夜无法说相声 这个当然有经过表演工作坊的同意 我们这一次表演工作坊也大力支持 OK 不止就是赞助我们排练场有很多的东西都欢迎我们 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一定他有这个题目在里面 那今天呢我们来的这个小伟翁全伟是团长 朱德纲是团员 您好 我也是团长 哈哈哈哈 我在花莲的团员 花莲的团员 花莲有一个相声 花莲代表团 对对对对对对对 那那个少亲没来啊 少亲啊 对对对对对对 我没来啊 我演的是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走了 哈哈哈哈哈哈 说说少亲吧 别求他了 少亲我刚还在讲 我前两天看到你在江云恒演唱会里面啊 是对那个呃 代表帅哥综艺团 哎然后你第一个出来就唱歌 我好怕你迟到不见了 哈哈哈哈哈哈 晚上七点半开的场啊 我早上十一点半就到了 是吗 嗯 好怕人家不让我上去 哈哈哈哈 你又塞帮怎么清了 是那晚就完了之后大家庆功宴 然后你就又喝酒 所以但是我们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 对对对对对对对 所以现在有影像可以看到我们小小小 你什么腮帮怎么都都清了 呃 请大家要好好注意保护自己的牙齿 对啊我去直牙直牙直牙 直牙刚打钉子进去 哦就直牙是让你迟到今天迟到了还是怎么回事 今天迟到原因不是因为直牙 你有你有一本书是讲迟到的 哈哈哈哈 有三千六百种方法 三本哈哈哈哈哈哈 十万字 我真的没看到你这样 要不然就不敢K你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只要让这边整个就拉拉伤 因为我这边的这颗牙齿伤的很严重 ok好好 哎那个小伟啊 你是这个团成立了一段时间了 是对 你要跟这两个人这个说相声压力会很大 你看这团长还指挥他们 哎身为团长有个好处就是可以指派其他的演员跟他们说 哦 团长不用自己下来跟他们说 他不跟我们接触的 哦这样子吗 对我就指挥 你也自己演 对对对 我跟你大概三十秒把这个你这个戏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 啊讲一下看听众有没有兴趣 好的 三十秒开始 基本上呢这个就是跟我过去成立那个活动公司有关就是 呃故事内容大概就是喜剧团就今年选举年就接到一个莫名其妙 不知道什么政党的候选人的一个呃指派就是希望要举办一场相声的表演 那收了定金 但尾款还没收好 那我们要严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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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严 这个候选人到底什么时候来呢 也不知道 那到底有没有这个候选人呢 也不知道 也不知道 那相声大师什么时候来呢 我是有联系了 但他也还没来 也不知道 所以就由我们自己剧团的呃团员们 来塞这个时间 在大师来之前 就是由我们自己的团员 来呃 不管是用过去的经验也好 或者youtube上面学到的相声段子也好 对 或是过去看过的相声段子也好 来凑时间 来凑时间 那跟我们今天状况差不多 很像 所以我们今天节目应该是 哎呃这个我说到哪里了 知大师不来 对 对 少青 对 少青这你真是相声的高手 为什么呢 你这什么事情都自己也可怜 就是什么事情都自己去试 对 像这个 我觉得人生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自己得试 对 像这个配合这个气啊 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 你就故意迟到用心知难口 是啊 因为气力 呈现的就是大师还没人来 就是迟到 剧透了 就是今天为什么无法说相声 就是因为大师 对你就是配合就是 你现在故意迟到制造这个气氛 给各位听众朋友跟观众朋友看 是的 因为我知道这是伟中哥的节目 所以他一定会利用这个呢 把它拉大 让我们有更好的宣传效果 忍入负重 如果是别人的节目 那我甚至根本就不去 如果别人的节目 他就是晚上开始 他11点钟他就到了 比方说上次那个演唱会啊 他就行 阿刚你要知道这个像 不管蓝白河也好 怎么样 这时候也好 政治上就要check a balance 对对 叫互相制衡不能一党独大 是是是是 塞邦的是一样 这边已经清了 对 这边没清 来吧 哈哈哈 吃到还有理由 真棒 不过这个说相声的起源 阿刚的说相声时间久了 32年 你一开始是在义工团 对 在广播艺术共同总队 对对 就对相声有信 是是是是 后来要到北京拜师 对对对对 都有这个过程 哇塞 您真是太热了 最早以前的时候还在中广 那是中广还在仁爱的时候 对对对 是讲广播剧 广播剧 在若美姐那边 广播剧其实是可以讲一个 一个段子的 对他是练我的咬字发音 对 那个时候我记得就是在那边练的国语 若美姐他戴耳机 他就说 你他妈什么舌头 就是这么骂的 对对 不过这广播剧 我就有想象空间 对对 你看就是自己要制造音效 也就是一个 对对对 自己做很多东西 对对对对 直升机来了 对对对 对对对 孙少卿迟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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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了 你他妈什么 不要聊长脏话 我说你他妈妈还好吗 孙少卿的母亲还好 我说相成就要一开始 然后你现在就2016年搬到花莲去了 在花莲还有一个讲相成 祝德纲相成社成立了一个相成茶馆 然后就是每个月就是会有一个礼拜固定演三场售票的演出 嗯真的吗 现在还持续都有 持续都有已经三年了 然后我们的观众越来越多 真的真的 太好了讲什么段子呢 每个月都换新段子 你自己写 传统段子改编 然后有一些是新编 然后我们现在观众甚至于还有从美国来的 哎呦太好了 他们就专程到花莲以后来玩嘛 然后就哎 买玉石上上太鲁阁 走走山道 去东大门 晚上可以听听相声 真好 吃吃老猪葱油饼 这一类的 对你还卖了 就是疫情今天还卖了 这些东西全部都在一块 生意很好 还可以受大家的照顾 就是我们那口子 那个赵振平还给你定了 哦赵哥真的是很捧场 他现在这种卖面以后 他就不理我了 他这个人是这样子 是这样 但我还是常常按赞 赵哥还会传给我说 你他妈要不要按 不要 你要不要按个赞 阿刚啊你真是糟糕 真是糟糕 对对对对对 没有我们花脸老比较淳朴一点 就是我们说话就比较耿直 不是以前讲相声的不能有脏话 那当然也不能讲黄色的 不能昏口 没有昏口的 不讲杜西他们三寸地的 对对对对 好我们现在休息啊 就不说了 我说了不说 宋少卿回来之后呢 我说哎呦在啊 哎呦真是难得 是我们等一下回来再聊聊相声 什么玩意儿 哈哈哈哈哈哈 没有少姓忙啊 他真的忙 他现在有很多很多的事儿 很好啊很好啊 现在你为什么会吃到 就吃之牙 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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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的事 我是对因为前面开会一直一直 迪了一直迪了 我的然后他们打电话给我的时候 我那时候正在收东西下来 我叫了计程车就叫了计程车 这是live哥这是live 不没关系了 我被怪你 反正你这边塞帮等下也会亲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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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配合我们今天演出 蛮好太棒了 蛮太有意思 谢谢荣哥 谢谢什么 谢谢您 这宣传 新团 新的团 摄像是好玩 真的感谢你 要不然 不容易 我都是 难得有个服务的时间 这时间就是让我们圈子里面的人来讲讲话 要不然真的没什么机会 你上个节目扯来扯去 也提不到一个重点 但是以前重点的话太宣传也不好听 很麻烦 用心良苦 你还要制造 你还要制造 我觉得我觉得太厉害了 你的目的 宣传的目的也达到了 但娱乐效果也达到了 哎呀 老屁股 老帮子嘛 太强了 老帮子嘛 不要紧张啊 小伟 讲着讲着汗都飙出来了 这前面老大哥太多了 压力 我们很低调的 是不是 少奇 是不是很低调的 是的 我们都尽量不排练 你还要跟我们演戏 对 赶快换人 少奇再皮啊 我都还是喜欢 没办法 莫名的魅力 坏 莫名的坏 很少人能真的演坏 回来咯 大家好 我是王伟忠 欢迎收听 哎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请到一群会说相乘的人 还 然后他又回来说相乘 这个他是广义的 狭义的来讲呢 就是宋少卿又回来说相乘 那真是观众之福啊 对啊 然后呢 这个小伟呢 我们的翁权伟呢 也就是我们报道一村的演员 是 在这个桃园成立了这个剧团 喜剧团的团长 说相乘 希望这个把相乘 继续这个 像年轻人喜欢 相乘不能光是这外省人 然后捐村人听 对 就要很多 所以这个戏呢 新的戏 今夜无法说相乘 这大师来了啊 就说一个大师没来的时候 这些你们这些人全部 台上台上人 全部都要来 来配合 把这个时间撑过去 没错 对不对 是这样子 对 好 所以那个 这个戏 也就是戏中戏嘛 所以你在这个 也是跟赖神川赖导 学戏中戏 对不对 对 有这样感觉吗 有 OK 今夜无法说相乘 是跟他取的名字 好 我们刚刚说的 朱德纲 这个阿纲 在这戏里面有演出 是演那个大师 他是大 我是师 什么意思 没有啦 其实我们两个 都算是一个相乘的老前辈 然后在这个戏里面呢 我们一直没出现 后来他出现了以后呢 他也要找搭档 我出现以后 我也要找搭档 但我们两个呢 哎 有没有搭档在一块 这就卖个关子 让各位观众买票来看 这个戏是在今年年底 会在南海剧场 没错 对 好 然后这个 明年会在北 这个什么 在新北 新北 艺丸中心 好 少卿竟然迟到了 不过我说少卿再怎么混 我还是喜欢的 是啊 因为他是有才华的 对啊 当然当然 他有种莫名的吸引力 对对 那天上那个鸟 不是送他来投胎的时候吗 他摔下来了 对 有这么一个人才 哈哈哈 这鸟都要一直跟大家讲 SORRY SORRY 哈哈哈 哈哈哈 为什么呢 因为因为喜剧里面啊 你说帅呀 坏呀 卖呀 乖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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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对 坏最不好演 对 对 少卿天生坏 可是他本质又不坏 你错了 我经常跟他平反 你天里面 哈哈哈 他这个坏啊 都是 他这个坏啊 是真的不好演 是 坏 还要坏的有感情 对 这个很不容易 对对对 怎么样 那这个 说起 你现在相声都是自己写的 对不对 有改编的 然后自己写的比较少 但大部分是老传统段子改编 就在在花莲表演 也有自己写段 有有有 写段很辛苦 是很辛苦 不容易 因为你有时候真的是不知道观众他想要什么 对 对 他主要是跟这个我们社会的脉动啊 时事啊 那种跟时事有关系 都是结合 所以很多人认为相声是老东西 其实相声真不老 真不老 好 然后有一个朋友他也就自己写写稿子 哎呦 写相声稿子 就是冯逸刚 哎 我看了 看什么 你说那个 包黑子 我也去看了 对对对对 所以冯逸刚就不能不讨论他去少庆 我们在这个节目里面呢 冯逸刚来过 少庆也来过 一直想把他们再撒合 然后说希望他又回来说相声 因为你们俩猜了之后呢 对 猜有很多原因嘛 对对 你讨厌他比多 还是他讨厌你比较多 应该是他讨厌比较多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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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我猜这种混蛋 我还问这种问题 什么像话啊 这么明显的事情 你还在说 我真正的事儿吗 对啊 蓝白合不了 对啊 为什么你刚打会痛在我身上啊 所以您是白的是不是 对对 哈哈哈 我们诚恳想跟金正宗朋友报告一下 哎好 好不好 为啥不再合作 没有为啥不再合作 没说过不再合作了 为啥在这个人生里面不再合作了 也没有说这个我们人生还长得很 还有两万天可以活 还是会有可能 还是当然有可能啊 那他什么时候来跟你道歉 只是什么什么时候来跟你道歉 他为什么要跟我道歉 好好笑好好笑 我就问问嘛 对对对 他没有他没有什么好跟我道歉的 当然当然他没什么跟你好道歉 对对对 好笑 本来不好笑 你告诉我 冯云冠对你好不好 算是不错了 算是不错了 没有几个人良师一游 对不对 这个人生当中真的很难得碰到 良师一游 对对 那他是不是太常说太说你了 你不太愿意能真说你 对不对 也不是说他常太太常说我了 就是有些事情 他说的时候你得要有真的让有个有个底 嗯 就留要就是留给人家点余地 对对对对 冯云冠不给你也留余地 是吧 是不是这个意思 那那那那我们也就不给人家留余地了 那就崩了嘛 那我再也我说我可以做中间这个策合的人呢 可以啊 没有说你不行啊 就是有没有比较好的 有没有到一个好的契机啊 因为我现在也在忙别的事 我常跟人家讲玩喜剧 我们是喜剧团嘛 对啊 喜剧团全委各位小朋友这个全委做了一个喜剧团 喜剧人用喜剧解决问题 对啊 相声人用相声解决问题 你们俩就抬上去把这事给弄了嘛 是是是 取个名字不要说 取个名字叫说 我就他就是不给我留余地 也蛮好的 就用这个段子来哈拉 对然后请余天来 余地来 然后所以不好笑 不好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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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现在他尽量因为刚才第一迟到 第二个讲这事 他两个尴尬在身上 他那坏就出不来了 是吗 他在很温暖的环境之下 没有 然后他迟到别人也不会怪他 他喝两个人也不会怪他 他就他就 他就开始了 力量就出来了 了解 真了解我 我了解你 因为你也是这么个坏法 我不我这坏不行 坏不都那个那个 没你们没看过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不是 不喜剧是要啊 喜剧是要这个 所以我一直认为喜剧人要正当 啊 因为你喜剧人正当之后 你去熊别人说别人 求别人 都觉得理所当然 但你没事嘛 对对对 我常说 我常跟很多人讲 我说政治人物不要碰到喜剧人 哎 这个喜剧人如果是震震当当的 他说话 人家是非常自由派的 人家怎么说你就 因为政治人物没有我们好笑 但没有比我们坏 对 没错 而且我而且我觉得喜剧人要非常懂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悲剧 对对对 当然 所以从这个底里面打出来的东西 他让你他甚至有时候回的你可以奇笑皆非对喜剧节总不能一直笑一直笑对对相声有时候就悲剧比较少这个是可能比较的以后可能可以有感情的另外一种方式出来 有我们正在试是吗 你不要迟到好吃的时候 我就休想马上回来 我们试试 没人来啊 没人来我就自己试试了 喜剧一直笑就不好笑 当然 还是要有一些让人家沉思的地方 我们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已经计划做三部曲 第三部曲叫做第二部曲叫做大师走了 第三部曲叫大帅来了又走了 我们到时候计划就是玩这个 好 小伟年轻一派吗 好好的搞 没有的确是看到因为现在所谓所谓的那种脱口秀 stand up comedy 然后日试慢财什么正在起来 现在很多年轻人其实也愿意走进小剧场去听这些 可是真的我有时候真的感觉现在那些所谓的脱口秀演员 全部他骂在那里面屎尿屁心山色 那个是我非常觉得 这个不管了 这个就是时代不管 因为这个 这不管 而且棒出去 就像我们讲的喜剧有时候骂脏话就是铁效果 可是不能一直用 对 或很多东西讲点屎屎尿啊 也是一定会也不能一直这样子 对啊 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不管别人 我就把自己 对对对 就把自己做好 对 这点是那个什么 喜剧人就是喜剧人吗 喜剧人是很喜剧人的 喜剧人的人有一点点悲情很感人的 嗯 很感人的 不像是以前不太堆砌悲的东西了 对 因为天桥把事情都大都太苦了 对 你知道吗 时间短 他就短时间里面 可是你们剧常话 赖深川有时候会把 会他他 也是他的风格 对对他对他 但是他那个会把那氛围弄 是是是是 你怎么了你 但是他把氛他氛围弄得好 所以我们俩合作很好 嗯 很好 人家懂人家懂的有大氛围 我们就会有我们小聪明 是吧 合起来的大小通吃啊 老少协议啊 是的呀 哎呀 哎呀 哎不让我们录了没声音 对呀明天再排一次后天我们就下屏东了 对对对对 好玩了那个 那就是就是 就是 那个是标案吗 啊 那是标案吗 也是啊 因为三重也是 对对对对对对 我要把它做成一个形式 就让大家去吃喝喝玩玩啊 这是一个形式 好大家好我是网友中欢迎收听哎我说到哪里了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新的剧团习记团的团长翁全伟小伟是他OK 然后还有两位我们的这个喜剧跟相声大师朱德纲跟宋少卿 这部戏叫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是我们前面有介绍一些啊不这个戏呢呃有好几位演员都非常强啊然后也是我们小伟的第二部戏吧对对对对对啊这个希望大家能够捧场去演因为现在这么年轻的剧团工作人员还能相声的不多了是对你对相声就是有天真有这个使命感也不是有使命感是觉得我既然都已经认识 这么多大师了嗯就是在台湾嗯你要找到一个像我这个年纪要都认识而且都这么好的嗯也不多嗯应该只有我了那我既然还有这个人脉跟资源那还有我自己想要做的还有我有这么多的喜剧人才的好朋友嗯那就大家一起来玩OK对阿刚做了表演像舞台剧也演呐戏也演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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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呐 呐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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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然后这个那个你那个茶馆形容一下吧 多少个位置 其实位置不多 呃就二几个位置 但是我们每个月就是有一个礼拜连续演三场 然后就是售票 然后呢你买了票以后进来就是有茶 有点心可以在那边吃个点心喝的茶看相声 剧场非常小 但是演员跟观众的距离非常非常近 就会有很多现挂 很多很多互动的一些笑料什么什么的 都会在现场发生 二十几个人也演 二十几个人都演 然后所以我们在那边的观众来说的话 已经有累积到就是呃一家人就一家六口 就每个月都固定买票来看 哦因为你会换段子吗 对就每个月 就是你你还跟谁 我还跟我几个徒弟 哦在花莲收的徒弟 磕头徒弟 就是我天津师傅也在 他们就是用视讯 然后我举行的拜师礼 然后收了三个徒弟 哦你还有老规矩啊 对对对 按照传统的这个拜师礼收的 OKOK 对对对 所以你们有官网吗 可以可以对 就知道你有官网有粉丝业 演出和你打注的刚向人社或注的刚都可以看得到 演的活养的活你们几个吗 养不活呀 所以你的典型还是自己做 要不然我干嘛来这儿啊 哈哈哈 没有其实说真的因为花莲真的很辛苦 他就是一片荒土 其实绍兴知道 对就是一片荒土 你必须要耕耘 你要在那边落地生耕的话 其实很难 那很多人也都知道 花莲算是文化沙漠 所以我们在那边 做艺文这一件事情 是真的很辛苦 我卖咖啡豆都比较赚钱 不要说那个艺文真的很辛苦 所以我们是在台北 在争取一些收入 然后其实在花莲 就一直不断的在耕耘 一直不断的在推广这件事情 不过你看有时候 有点外国人来啊 外现实人来啊 坐那儿啊 或小孩来啊 哈大笑你很有成就感 非常非常有成就感 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是说相声给我得到的 一个最大启发是说 我们现在台湾的孩子 太不愿意跟人说话跟沟通了 我们希望透过这种 有趣的说话模式 吸引起小孩愿意说话 愿意去表达 愿意好好的去跟人家沟通 那你在表演的时候 小孩在他们滑手机不理你 不可能 太棒 我们在表演的时候 小孩不可能滑手机 就让他们这样 前仰后 我就把手机给没收了 我就可以这么做 我真的可以这么做 我曾经没收过 真的 真的 小孩在滑手机 然后旁边的爸爸就 哎 你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 我说怎么样 他不看 来来来 我就把手机拿起来 那你跟那个林怀明老师差不多 林怀明老师开幕了之后有人闹 他不演了 不演了 我是不敢不演了 我就收手机 您学的好像 我刚刚抓到您的神韵 哈哈哈哈哈哈 不是 我这个 哈哈哈哈 对不起 我对 不是 我这很尊重人家 合理 他真的 你们就比较尊重这个规矩 对对对 其实我们在花莲真的是在推广这件事 邵清 谈到你了 是 嗯 对 这个那个冯一钢合作这么多年 是 现在因为一些事 嗯 啊 暂时不在一起合作 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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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后台 我常讲的事啊 那后台都是年轻人呢 跟他一起合作啊 还有我已成 他们等等 我还是跟跟丰一钢讲 我说 我就跟所有的人讲 我说 你看 你们这个我就就就就就 爱爱爱当老师吗 人之大忌 好为老师 我也是王无忌吗 王无忌 对对对对 讲说 你看 这这个你们像是里面都都很好 可是就缺乏了一点那个 剑骨头 嗯 就坏坏 这个邵清这一副还是真好 嗯 嗯 冯云刚听闻老眼 老领 老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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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哗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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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面太阳 你那么大 我都在里面 金身以为下大雨啊 哗啦 哎呦 那是汗水吧 那是漏水吧 哈哈哈哈 空总是不是漏水 空总那场地其实还没弄好 不是 人家冯云刚 冯云刚天蝎做的 嗯 还是说是 少卿这个是没有画讲 是 嗯 对对对对 对 所以乡人对你来讲 啊到现在不合作 怎么样 怎么样 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 呃因为我自己现在主要的工作有三个部分 一个是 别多了 再多又迟到了 哦 这三个就好 所以我才三个 才三个 才三个 不然就三十个了 嗯 别多了 哎 快开出国籍了你 哈哈哈哈 你快没你快递多赤头公权了 一个一个一个带新人嘛 嗯 那第二个是能够建立新的场地 嗯 第三个就是要写一本书 三千六百个迟到的理由 哈哈哈哈 这事你讲的很久了 这打字知道了 但是有些不能揭露出来的 哈哈哈哈 你要是讲出来了别人都跟你学我们混什么 对对对对 是不是 不是真的真的 真的不讲讲吧 嗯 会不会想以前的这个两个人合作还是太有默契了吗 是这个是无无庸置疑的 对对对对对 一个那么正啊 又高一点点就矮矮的 对 这个这个是成高各方面大 就是这个这这也就是所谓的天作之和 对 一高一矮嗯 对一胖一瘦一帅一丑 啊哈哈哈 一挥一挟 哎一挥一挟一装一挟 嗯 正好 而且一个声音往胸腔发一往外走 一个扁 一扁一扁一扁嘛 这边高音嘛 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要有区别的 对对对 嗯 好 下次我来凑一个 我们大场合什么搞一个东西 嗯 啊对对 好 就看蓝白合不合 哈哈哈哈 化了 好 休想马回来 哈哈哈哈 老往那边带一下 哈哈哈哈 等一下等一下想这个 就是即兴演出 哎呀 太好了 好的 哈哈哈哈 嗯 嗯 去人 我们金严演出 弹选举嘛 时事嘛 金严 来 来 对吧 小伟欣几岁?39 我还年轻,小伙30岁 小28岁 我都生得出来你了 生得出来 其实伟中会你真看不出来 真看不出来 没有,体力跟那个什么不行 我演那个戏,大家收看我就知道 体力不像,还是会有差 而且我是忙很多事 我不是专注演员 我那好多事 你是制作吗? 我是监制 其实我还是找导演跟编剧 可是你还是,你讲我的事 我还是要盯 而且我有我自己的想法 人家一有想法上帝就笑 很累 常有想法就很累 我们今天故意 我们聊聊 怎么样 你说我们今天故意这样穿 闲职村民什么意思 闲职村民就是闲职 有很多意思 没事干 哈哈哈 这个做了没? 还没 但是对 不一定要跟这一样 差不多了 老师他会有兴趣 他们会自己去找 嗯 大家好 我是望远中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邀请到一个新的剧团 喜剧团的团长 就叫喜剧团呢 哦 翁全伟 翁全伟呢 是我们这个演艺界的小老弟了 是的 但是呢 请了很多大牌的演员一起要说相声 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 12月呢 会在南海剧场 明年会在这个 板桥的新北艺文中心 板桥新北艺文中心 哦 所以各位有兴趣可以上官网看看 就查查这个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 嗯 或者是喜剧团 就OK 我们今天谈相声 是 当然像这个权伟这么年轻的 就是希望这个能够继承这个相声的一些使命感 哦 因为他觉得相声是很有趣的 也参加过这个相声瓦舍 嗯 也这个在报道一村的各方面演出也很多 很多剧场的经验 那朱德纲更不要说了啊 还拜师学艺 宋少卿浑然天成呢 是 江相声浑然天成 他若真到北京更加拜拜师学艺 他有拜师啊 他有拜 有拜谁 呃 长宝华 哦 四蘑菇 你要去磕头 他等你多久 呃 等了三小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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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啦 晚又迟到了 哈哈哈哈哈哈 不要你说相声 听众朋友如果有兴趣 听听这些老段子啊 其实老段子里面有很多是讽刺当局的 讽刺时事 报名时事 对 天桥那些人就是反正老百姓没辙嘛 对 就摆个桌子我们就来骂嘛 这个是 这好像又不太敢骂得很清楚 那时候会砍头的 对对对对 酸不留旧的 对对 就讲这些事儿 啊对 老老年啊什么都讲 是是是很好听 对对 可是说起来现在 现在台湾有很多这个漫才也有啊 日本漫才也有啊 talk show也有啊 等等等等 那相声现在也也讲时事嘛 对对相声依然在 依然在褒贬时事 可是我觉得可能因为现在的政治氛围吧 还是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 呃年轻人已经越来越对于这样子的 呃内容 反而 可是你看我看我看 很多talk show啊 嗯 现在是他们那个讲时事的 大部分都是批评这个国民党 你国民党很好嘛 国民党不翻脸也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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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也没也没能力报仇 也没钱 对对很少去批评执政党 呃因为你批评执政党你可能就没钱 哦就是相声那边讲的 呃那是我个人的 哦你个人一人 我个人的 我的分析是这样子啊 因为国民党是因为百年大党 他能骂的东西很多 民进党的历史还不够久 所以骂的元素就不够丰富 所以我刚刚你们你们把空气凝结的太早了 你知道吗 是吗 我刚刚的那个意思就是你讽刺执政党 不管是哪一党 你会没有前途 哈哈哈 漂亮 不过说实在话 讽刺执政党才是有意思的 当然当然啊 你记得我年轻的时候讽刺执政党 我对 那个时候弄的节目 对啊 那个时候还在老三台我就搞啊 对啊 到处不让我做节目 哈哈哈 可是国民党你骂完他呢 他还不会跟你翻脸 对 他还那个跟你讲 展现风度 对对对对对 我还真的有一个段子 是讲那个我在做连环炮的时候 嗯 然后呢还真的被二厅找过去聊天 然后那个国民二厅呢 结果那个人是我的长辈 是我个大哥 嗯 在眷村的啊 那我就说好好事 他也没有坏意 他说你们那逢子可以啊 但是就是啊 希望你这个温柔 稍微温和一点 我在华士做 对对 对 他叫我回去 讲完之后好 然后呢过年时候我就回去 回去呢 他们家就跟我们家不到100公尺 嗯 我就告诉他爸爸 我说你们家大牛 他们家大牛大车大 大牛大车大象 他们家是这样子 我们眷村 包括村里面有这个 对对对 大牛那个什么 大牛的叫我去找我去 喝茶跟我聊天 他爸天津人 啥事 我说他找我去聊天啊 那个就说叫我去做几节目 不要太低什么 你做的很好啊 哈哈哈 他这样子 我差点没活干呢 除夕夜晚上 你就越远听到他骂他 骂他 哈哈哈 你要把他抓起来啊 你个死孩子 哈哈哈 这真事啊 是 对对对 很好玩啊 对啊 好 讲到时事这个你们相声里面也会也会讲时事吗 有 是哪 哪现在呢 啊我们其中有一段我们的新编段子叫做我要当网红啊就是在讲我们现在的网红的一个生态啊那前面我们的第一段也有讲啊你这个人政治环境你这个人现在讲了 怪不得你今天写闲置村民呢 对 现在敢说网红的人太不敢了 所以现在闲置村民没事干了 哈哈哈 你还敢敢讲网红 真是 我们在剧场里面讲嘛 啊 来的观众也不会太多 哈哈 这次很棒是说因为他结合了所谓的脱口秀啊相声啊这些东西还有网红的东西 网红的这些表演方式 他把它结合在一起 然后利用90分钟时间把这个东西用一个有顺序的方式呈现出来 我觉得是观众可以在这个透过这种表演里面可以了解到所有现在在台湾社会里面非常流行的几种喜剧元素 对这个地方可以了解到 真的 所以小伟是能编剧的 他是把这些东西串起来 串起来 不过编剧是一个很编喜剧段子是很难的 太难了 现在太缺携手了 你编吗 我的最好的能力并不是编 就是给 我是对 我给东西 然后帮忙整合 需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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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他这个相声如果都是像冯玉刚讲正派啊 嗯 不好玩 会比较 要点邪派 嗯 当然 正邪但是不良的 哈哈哈 我真的 光是震的不好玩 你知道吗 所以你就光是那个一个都市面都大到不好玩 要相动文化 这就是相动文化 是是是 蹦出来的 数目文化 没错 你说那个西游记里面 这边相底的一些这种小 西游记里面如果没有这个孙悟空完了 对不对 杀无尽不行 初八戒不行 就一定要有这样子一个人 没错 因为只有唐僧一个人 那更不行 那更不行 但是唐 所以找了孙悟空 找了白龙马 对对对 一个象征他的心 一个象征他的意志 所以我们才会讲说 心元意马 哎呀 接下来我们要说什么呢 哈哈哈 我就是我就是模仿 我就是模仿那么正的人 把场面给搞 把场面给搞了 搞了搞了 对对 知道了吧 不过我跟你讲 相声个好处 要跟听众朋友讲 当你没词的时候 不急的表态 讲信仰也不好笑 也不知道讲哪说 你看我们三个人同时 哈哈哈 真是胡说八道 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所以要跟这个 要跟大家讲 这个这个这个你看 你看那个柯文哲 他就找柯文哲来讲象 不错 哎 可是我 他有的时候拍子 不是他 他是虚 他是虚答 识问 对对对 他最好的方法就是你问他他虚答 但他再问回去问你一个问题 对对对对 他嗯 他一个眼神是很很杀气的 对对对对 他有在死 他真的是在死 你最近有看最近九二公司吗 哈哈哈哈 没没没没没他虚答实问把人家问啥了 这套方法 这看来讲像是不错 这个对对 那也是很好的编剧技巧了 好我马上回来 他不知他他他他他他 跟我们差很厉害像是演员跟我们差不多 碰到专家半瓶子水碰到 有一个事情 他会进来 对对对对 他的眼睛杀气就出来了 对对对 你看我们就学表演的吗 对对对对 不是学表演知道 这个哦 跟你讲 这个就是他有把握的 啊 他有把握 也是虚答实问 他会反过来问你 嗯 他反过来问你就问了 你就你要去 你在那边琢磨的时候 他就 他就 这喜剧这很简单嘛 对 忽悠学生很容易嘛 嗯 学生喜欢他就没办法 真的 就让你去演讲 因为很多人喜欢你啊 很容易 对 哈哈哈 大家就喜欢我 哈哈 你看做街上来 对啊 有塞车吗 就是台市那一段 我走我走南港路 一路上 哦 那边塞 那边塞 要不然就要不然就赶上了 就那一段 因为你们你们一讲完 我听到你们 嘚嘚嘚嘚嘚嘚 我听到了嘛 我说对 我说好了我现在 我现在那时候已经在收东西 收东西我想 从中我说他妈的 我到南港车站 算了 我回头往南港路上召集人车 对啊 因为你他妈的你们两个去逛展来 哎 有播出别老讲 老问我人家母声 哈哈哈哈 男子 那是问候语 没有 就是怕你忙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就一直开会 就开放了 我就一直往下开了 哦 对啊 你看我们多专注 我不打扰你 对啊 要留这么一个 江湖要留少庆长的人 一条神 当然 绝对 可被亏 也可以攻击的 就是一样 对对对 那有的人就是完全不能被亏 对吧 对吧 就那个 那个谁嘛 对对对 对对对 大家好我是王文中 欢迎收听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个新的剧团 喜剧团的团长小伟翁全伟 对啊 他要做一部新戏 今夜无法说相声之大师来了 然后 在Sherity在南海剧场 然后明年年初在这个 板桥的啊 艺文中心 新北市艺文中心 OK 里面有很多的角 今天两个大角 一个就是朱德纲 一个就是顺少青 谢谢 两个的这个相声讲的 我们今天要聊聊这个相声这回事 嗯 每个人的对相声的诠释 跟经验都很丰富 那相声人常去求别人啊 嗯 就是拐弯抹角的啊 智商嘛 还要这样子上去求别人 那相声人自己本身的 自己的本身呢 那是不是也会也是 不要不 不怕被求呢 宋少青 当然了 是吧 自我解嘲也是相声技巧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环 它不只是相声技巧了 我觉得人要有一个幽默感 你能够去调侃别人 你自己同样 你也得要承受这样子的压力 OK 所以你那个 我就一直希望你写一个这个喝酒不开车 开车不喝酒的段子 已经在写了 你这个以前就告诉我 你上次访问你都一年了 没有没有 你跟你讲的是段子 我已经把它变成一个戏了 哎呦 最多导演 在哪个剧团 我们还要结合科技 你这个自己做导演 这件事情呢 嗯 跟你的迟到来讲 就已经是个大忌了 哪有自己做导演 你不来的 我迟到 还配合科技 那就迟到的更久了 跟观众讲说 今年演出 搞不好就会后年了 不是 因为这个里面 可以先做个剧透 因为我就可以不来了 是全席投影 你不要想态度 人家还是想看你表演 什么全席投影 不要想态度 我只能剧透到这儿了 是把你投过去 对 所以真的这个事情 你看我们求求你 这个事情真的有反省 是 当然 其实是开玩笑 但是基本上 一定有杀到你 这么一段时间 我说一段时间他失踪了 找不到人 对 其实那也还好 那个失踪倒还好 我觉得 因为真的 那么多年也没有好好回花莲 真的待过 我在花莲有碰到他 他又来我茶馆 真回去了 他又真回去了 全部人都说他忽悠 你听到了 他到来我茶馆了 对 你在说相声的时候他在 不这件酒驾这件事情 真的是 还是有网友很关心了 说 孙上青我们不相信你了 等等等等 你怎么办 你就用这个戏来 喜剧人还是回到喜剧上 喜剧本集 向人还是回到 用这个来诠释你自己的心境 但是每个人 你当然有你的自由 你可以对任何人事物 有所你的喜好啊 嗯 那你认为说这个人是曾经酒驾了 是因为怎么样了 然后你不喜欢他 OK那你就不喜欢 嗯 没有我也没有要全世界人都喜欢我 我不可能做到那样子的 当然当然 对 所以那我就继续把我自己能做的事情 该做的事情继续做好就好了 对对对对 还是有小小的这个不平在心里有吗 倒霉有 真的尤其尤其现在 伟仲哥你现在问我 我说反而更没有了 嗯 刚开始或许 觉得倒霉 对 因为那天的状况真的觉得倒霉 你会觉得那么反正喝了酒 就不要碰方向盘这件事 车都卖了 对 对 车都卖了 你弄个T恤车都卖了 对 哎 说不定这可以赚呢 好 我现在只想赚钱了 哈哈哈哈 谁理你啊 哈哈 就因为你一个破事 我们都带 我们都起上 就以后不 有点酒驾的 就赶紧把车买了 就不开车 就谁理你那么小事 还写个车都卖了 你以为你谁呀 哈哈哈 你以为你谁呀 你以为你谁呀 酒都买了 哈哈 这车都卖了 对 相声都不说了 哈哈哈 大师都来了 哈哈哈 好吧好吧 是啊 好了不管怎么样 有年轻人开始做喜剧团 是的 是的 你们两个还是去支持这位 当然 翁全伟 我们应该的 对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戏要上了 也希望各位能够支持年轻的 然后呢 你的在花莲的演出 花莲 相声茶馆 对对对 各位到花莲去 可以去那走走 哎我这很赞成开演唱会呀 听相声啊 进剧场啊 知识呵呵 对对对 你看Hollywood Bowl 在好莱坞 风吹的 然后听歌真过瘾 真的 真的 喝点饮料 哈哈哈 酒又卖了 喝茶 喝茶 我们不喝酒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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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酒是有茶 没有酒 天安就任 天安就任 好了 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各位 谢谢 这个他又回来说相声 他是广义的 当然希望各位 你又回来听相声 是 好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大家快乐快乐 谢谢